白羊座在農曆三月會受到整個社會四方百面的一種集團式、塵壓式 早有預謀的資訊轟炸、一種不良營銷手法 他們會試圖影響你們的自我形象 你們對自己價值的一種觀感 而達到他們要得到的利益 例如有一些不良的營銷 會令到你們經常覺得自己很窮或者可以財富增值 然後漏你們去購買一些金融計劃 或者去上一些不知什麼的投資課程 又或者會令你覺得自己很醜、不夠美 或者可以更美、更美、更美 然後就推銷你去做化妝、減肥等的療程 這些課程未必真的沒用 可能對其他十一星座也很有用 但是在你們白羊身上就不合理 而且你們真的很容易被人當水魚 所以我對你們今個月的一個建議就是 不要看太多社交媒體 會有很多廣告 而且真的不要那麼容易落搭 被人去銷售到你 而且你知不知道最不值得的點是什麼呢? 最不值得不是你們本身的處境很差 不是說你們本身很窮或者很醜 而是如果你們本身已經有正常的財富 或者你們本身的樣貌都不差 但是如果你們想更上一層樓的話 其實如果最後出了事 你們會更加不值得的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這個道理 即是如果你本身已經窮到窮 你剩下幾塊錢的 那你都輸無可輸 你不儘管嘗試拿過那些錢去駁一駁 那你可能駁到那個回報會回來很大 所以那個項目是 You have nothing much to lose 記住是You have nothing much to lose 其實是用一個經濟學的角度 如果大家以前有讀過econ 知道這東西是叫做opportunity cost 是你的機會成本不大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當你本身的財富也有差不多 然後你還想駁更多 但是你要失去的那塊錢其實是很大 然後駁回那塊錢又不是那麼多 那你計算下去就不值得了 因為你以小博大的比例 是比你以大博大的 其實說起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 在聖經裡沒有一個寡婦奉獻的故事 說那個寡婦不知道 將他身上最後那兩塊錢 即是兩塊錢去捐了出來 然後耶穌就說 你看看他多大方 你們這些有錢人 可能捐幾千元 但是這個寡婦 其實就是將他身上最後那兩塊錢 即是他的100%捐出來 然後你們這些人 就只是捐你們的1%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對的 因為永遠不是說 你用你多少個%去擺出來 其實是要看那個opportunity cost 所以我想說 尤其是不是因為你們窮 而如果是因為你們不知足 然後落答 聽別人說 你可以現在有夠錢 你可以再去變多些錢 錢滾錢 然後你們落答 你們就真的會變水魚了 同樣在你們的面貌或者身材方面 身材比較難去打鼻魚 但是我說你們的面貌 其實 你想想很多整容失敗的人 有時候我們會替他們感到唏噓 因為他們本身是漂亮的 好像夏衛BB 你們以前有看過夏衛那些舊照片 其實她本身是美女 但是她就不知足 然後還要弄一弄 最後就變成現在 今時今日的尊容 這樣就不值 如果你們現在的眼睛已經關上耳朵 然後耳朵又關上耳朵 然後耳朵又關上耳朵 那你們當然是去整容 當然是變得漂亮 但是如果你們本身已經有幾分知識 然後你們有聽別人說 你們可以變得漂亮 去做什麼 去拉麵皮 去拉線 去黃金線 那你們今個月 就九成九是會變水魚 又是會被人騙錢的 所以我對八陽座的忠告是 今個農曆三月 麻煩你們不要那麼容易被人洗腦 你們對自己的self worth 和你們真的擁有的worth 無論是你們自己的自身 你們的外表 你們的身材 你們擁有的財富 不要那麼容易動搖 不要那麼不自足 否則最後肯定變陽股 何況加上今個農曆三月 是你們價值觀會有很多大起大落變動的時候 一時你們會覺得A是好 下一個時段你們又會覺得B是好 如果你們這麼快去做了一個衝動的決定 放起A而去做boy 到你們將來 恨錯難回的時候 不能回頭 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我又打一個比喻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留意到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海量的statistics 其實真的很多白羊座是單眼皮 你們去問一下自己 現在照鏡或者去留意一下身邊的白羊座 可能你們忽然之間就被人說到 哎呀雙眼皮很美的 你們去割 然後你們就去割 但下一個時段又會覺得 哎呀其實韓國人的胸豬眼很美 單眼皮也是漂亮的 然後你們就變不回單眼皮了 那是不是真的自己無緣無故搞大了呢 所以我懇請你們在農曆三月 你們對自我一直去保持的一些價值觀 麻煩投回信任的一票 給多些肯定自己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ans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即是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那些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他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 那